大家好 之前我拍了一期视频 就这个运动相机充当这个 行车记录仪的一个视频 有小伙伴问我这个怎么安装 安装到那个车上 今天咱们再做一期 再做一期把这个行车记录仪 把这个运动相机 这个运动相机 比现在价格比较便宜 几十块钱一个 而且它还是4K的模式 分辨率是4K的 现在大多数的那个 那个行车记录仪都是2K的 这个运动相机 运动相机它的分辨率是4K的 就是照的东西啊 照的那个特别的清晰 而且啥呢 它的效果非常好 比这个有些那个行车记录仪 像我之前 现在用这个行车记录仪 是之前买的 花了两百多块钱买的 效果不太好啊 它是1080的 最高是分辨率是1080的 就是不太清晰 有的时候 前面这车牌号都都那啥 录的都不清楚 而且它速度快了也比较模糊 但是这个运动相机好在哪呢 就是啥呢 瞬间捕捉的那个 物相就特别的清楚 而且那个没有那个虚影 就是那个运动相机啊 因为在拍运动的运动照啊 比如滑雪啊 溜冰啊 带着它 拍的都特别的清楚 何况在这个 在汽车上啊 录前面啊 录这些东西啊 都是非常好的啊 而且它比那个 行车记录仪便宜很多 现在市面上卖的行车记录仪 好一点的 4K的 都是两三百三四百 而且这个呢 就是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 现在这个 那啥 咱们今天就给它那啥 4K相机 就给它装到那个 车玻璃上 就粘上就行了 因为它买的时候 就带着一个小罩 这个罩是防水罩 但现在已经不防水了 然后让我给转了几个眼 因为啥呢 因为你要接一些 接数据线嘛 接到那车的那个 这个那个 电伙器什么 是不是 所以就得给这个 这个那啥 外面这个保护 保护壳 就给它转个眼 而且把那个 扬声器这块也转个眼 因为 让那个声音 麦克麦克风这块附近 也给它转上眼 让它声音啊 让它传 来回的那个 更好的那个传熟 这是我的 然后设置啊 我之前拍的视频里 详细的讲解了 它的这个运动相机 如何变成那个车载模式 都已经说过了 大家想看 就直接翻到我之前的视频上 去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这个 设置那个方法 设置也挺好设置的 咱们把它调到车载模式就可以 而且还有角度啊 都可以调 然后咱们接下来 就把它粘到这个车玻璃上 线位已经走好了 把这个贴纸撕下来就可以啊 撕下来一贴就行了 它这个都是 这个胶啊 强度比较大 这贴丝毫是这个胶 这贴纸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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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好之后 所以要给它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 把这个 你拿这个 大家别忘了 把这个 那个电池一定要扣下来 在这风里车能打开嘛 然后把电池一定要扣下来 因为这个车里 那个温度特别的高 白线停车的时候 停到暖 时间长了 这个温度特别高 在一个电池 只要你开机 开机它就那个 进行那个充放啊 你时间长了 它说明它也短了 而且这个相机不用电池 只要卡着那个数据线 之间也可以使 所以按照车里的 那个行车记录 一定要把电池扣掉 不要用这个电池啊 这个电池在这里 挺危险的一个东西 这个 行车记录 这个那个运动相机 没有电池 只要卡着这个 车载的数据线 充电就可以啊 也能用 然后给这个数据线插上 这块有点长了 一块一会儿 我给它撕进去 先不用管它 这和这个运动相机就按好了 贴的上面贴的也挺结实 我们开一下子啊 我们打一下钥匙门啊 钥匙门一开 钥匙门一开它就开始录影了啊 它这个字都是反的 反的反的吧 但是我们把它拿到那个电脑上看 就可以震的过来了 美中不足 它就是屏幕有点小啊 这个屏幕这么大 正常的行车记录于屏幕这么大 差一半还多呢 但是它这个效果好 以后我录一下 咱们拿到电脑上看它的清晰度啊 看着没 这就是4K的画面了的 照前面这牌号特别的清楚 而且还是大光鸟 大光鸟就是170度的大光鸟 它能照前面照几排车道 现在咱们走的是4排车道 全能照得到 而且以后一会儿过来转弯 更宽 马路更宽也照的也是宽 是吧 而且它还没有什么噪音 你看原车的那个行车记录仪 呜呜直响 噪音特别的大 看这个噪音也低 因为它的标准是什么 是那个运动相机的标准吧 画面特别清楚 好了 然后在视频拍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